陈日琳 陈日琳属于肠儿幽泽眼 他在2011年参演首部电视剧下一个奇迹 2013年出演服装清洗剧《吉祥天宝》 剧中的梦想跌一脚 被他演绎的有颜值 又个性 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法衣形象 他还曾当郭德纲的前途的曹云金 出演选与恐怖片故事贩卖机 还是饰演法衣一脚 显然 这个女生在娱乐界属于不太红的状态 这两日 随着他朋友圈的一则声明 一下子上了热搜榜 在朋友音圈里 陈月琳的名字为木木 取自他名字中的林子 他发的内容 真是第一次发关于吴秀波 也是最后一次 内容如下 这样的内容被公布后 真是如同识破天经 因为吴秀波是已婚人士 而且吴秀波在娱乐圈中 一直视为人低调 牵合有内涵的形象代表 他目光笃定 形象沧桑 属于而大气乱成型的演员 他塑造的角色 也特别深入人心 关于吴秀波饰演的角色 简直不要太多 比如 他和汤梅合作的爱情喜剧片 北京遇上西雅图 后来又拍摄了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他还拍过古装剧 《造势孤儿案》 农村题材剧 马向阳下乡记 2017年 他主演并肩制 历史题材剧 大军师司马懿 这军师联盟 在剧迷中赢得无数好评 吴秀波一向是得意伤心的好演员人设 没想到 突然被陈玉琳爆料 他和吴秀波的七年地下情 而且 文中还指责吴秀波 无情无义 他最终惨遭他抛弃 而且吴大叔还和与之合作过 局势联盟的女演员张芷熙 也有染 目前 吴秀波没有就陈玉琳的朋友圈内容发生 但是 房间各种说法 处于重数分云状态 吴秀波因为演技实力派担当 在我就是演员中担当导师 点评上场演员和表演得失 不知经过这样的朋友圈声明后 他是否还能稳住舞台之上 点评得失 直叠加战浪 只是 有女影迷说的呼吁 还我那个得意伤心的低调大叔 让人读出了不少尴尬和无奈的一位来 娱乐圈内的路 真的不好走 大叔和小姐姐们 要且走且珍惜呢 吴秀波会接此事很快发生吗 你对此有何预判 好